內部工作人員進出的動線 部展車輛進出的動線 還有部展廠商工作人員進出的動線 還有我們專業訪客進出的動線 還有一般觀展民眾進出的動線 主要的空間的機能包括展覽廳 觀眾服務區 庫房區 辦公後群區等等 應有的專業空間 格局 在我們改建之後都會移民計全 另外我們就這個架構來報告未來主要的動線 未來主要觀展民眾 考慮到可能會從成功路 或者是從中華路進來 因此成功路跟中華路 都由有觀展民眾進入我們展館 來參觀必要的一些設施 然後在辦展之前 在部展期間 我們考慮到我們的部展車輛 為了在管時間之內部展完成或者測展完成 因此我們所有的 可供預留的六側 可供貨車進出展館的大型出口 我們的部展車輛 可以從側邊的和流出口 來進出展館 同時如果不考慮這個部外有展廠 做成多功能停車座來使用的時候 我們在兩側 部設有停車位 目前這兩側的停車位大概流數的是 140個 如果這個作為停車場使用的時候 還會再得外增加100多個 這是有關跟機能出入的同時過程 接著就是緊急出入口 如果萬一有緊急事故 我們剛剛報告過 共貨車進出的六個出口奉獻 還有我們主要的奉獻 也可以做緊急 突然很遠的狀況 要在室內內部的設計部分 先報告大廳 目前大廳是建置在輪程中測試 我們主要入口進來之後 就大概有1800公尺的大廳 這大廳的周邊 未來可以裝潢成 可以開放可供休息的空間 設置咖啡廳 餐飲還有商店的設置 由於我們是利用產房來改建 因此我們目前的建築架構跟設計的 都是利用後工業時代的異象說法 來進行營造 包括行政人員所要利用的 一些塑料空間等等 也都是跟高雄既有的貨櫃的異象 利用貨櫃的方式來進行裝潢和製造 同時可以延伸我們在貨櫃前 我們貨櫃功能和多管源和功能的印象 到我們場館的基地 另外在掌管內部 各位親信都非常清楚 我們現在現代化的官業掌管 地平要奈何動案 也希望在地平適當的位置 能夠均勻的固件管線操縫 本管也均勻的固件管線操縫 就是在我們的藍色線的位置 或是未來部長線操縫的位置 寬的是30公分 深的是30公分 同時裡面配備有管線架 那草坡主要是來供參與廠商 在部長的時候 配置其所需要的電力跟同性線 由未來我們只要部長完成附上地毯以後 就不會感覺到地面下 或凹陸附陌附附近 在地面上造成信奉的固件情況 要 stubbenibus